前桃園市长郑文灿涉嫌领口供扩大用地收贿案 桃園地方法院下午召开第三次积压庭 历经将近四个小时的庭讯 傍晚遭到裁准积压禁件 而郑文灿两度交保 保释基因提高到1200万 但也两度被高等法院发回耕材 高等法院认为郑文灿有串政灭政的可能 逆审法院忽略她的实质影响力撤销原判决 而晚间看守所也将安排三名案情单纯的被告 跟郑文灿同住 没有表情仅仅皱着眉头 前桃園市长郑文灿三度踏进桃園地方法院 开积压庭 曾经裁判米圣医院割器官榨茄保案的主任检察官 屡向吴 还有曾经揭发检察长关收案的速探处检察官陈嘉义 准时到桃園地院开庭 提着郑文灿贪污案相关卷证 再次申请积压郑文灿 希望让侦查进度能继续向前推展 第三次开积压庭 桃園地方法官土伟俊独自审理 他是著名的人权法官 24岁就取得法官跟律师资格 因为爱跑马拉松 以前还曾经被同期的替代一男取绰号 叫飞毛腿哥哥 从检察官法官到郑文灿的委任律师 全都大有来头 我们是找这次积压集有没有信心 积压停连开三次 同一时间检调侦办动作没有停 七年前周文灿当桃園市长的时候 检调人员监听就觉得怪怪的 涉案地主跟别人讲电话 讲到重点就停 还说我电话不干净 有人在听 还俏皮的问候线上朋友 跟监听调查人员打招呼 地主怎么会知道被监听 疑似有公务员泄密 地检署决定分案调查 周文灿贪污案的风暴 持续席卷 恐怕还有更多涉案人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